這地方會有一個地方沒寫 不過等一下再來看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要寫 清除正列的 這個副程式 那比如說我們這地方 那主行來跑F8 那先列 再欄判斷一下 那其實各位可以用F8來觀察一下變數 因為現在變數 J是2 所以他在Case後面的話呢 他會跳到哪裡 Case2 也就是這個J是不是等於2 如果4的話他就執行下面這邊的程式 OK所以A0的話現在 現在等於多少呢 其實各位可以 再把郵標放A0上面 A0現在是106 沒錯 然後再往下 Case現在J J現在等於3 所以他又篩選進到這邊來 有沒有 A1等於多少 其實這邊的話 可以出現 那當然如果之後你這樣 郵標這樣放 其實有時候 不是很方便去觀察那個變數 的內容的時候 各位可以稍微記一下 這邊有個叫什麼 呃 叫做監看 我印象中有個監看視窗 這個監看視窗他可以做什麼呢 你可以把A有沒有選取之後按右鍵 這邊可以按右鍵 右鍵這個地方 可以出現有一個叫什麼 新增監看視 那這個監看是什麼呢 我要監看那個變數裡面的值的變化 你就會用監看視來來看 那其實這樣的話 你就很方便 只要是變數裡面 他怎麼改變 你就中 中斷模式的時候呢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後運算式的話是A 我要去看一下A 這個陣列裡面的變化 那你可以看到A的前面有沒有一個架號 你把它展開 因為它一個陣列嘛 所以你把它展開之後的話 現在裡面的值 在 A10 因為剛才我執行過 102嘛 然後再來就是 台北市 那你再讓他繼續跑 你會發現 他就會去再跑到4 A2 A有東西 你會把溺水就放進來了 利用這樣的方式 一直跑 你會發現 這個陣列裡面的東西 就會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A3裡面 5為什麼 因為 我們的斷裡面沒東西 所以斷裡面沒東西 這個陣列裡面的空間就空下來 沒有東西 將來把它組合起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沒有東西 就不會有斷 的這個訊息 所以這地方的話 我是透過這樣去做判斷 有沒有 然後你會發現 因為有像 沒有NO 對不對 NO裡面也是5 所以跳過去 我們這邊有個判斷 if有沒有 if到 9 就是說 這個條件 不等於空之算 所以不等於空之算 就是裡面有東西 才去 放東西進去 如果 它是空之算 就跳離了 跳離就沒有了 就不放了 因為裡面就空的 就空的 這個號碼裡面 這個 房間裡面沒有人 就不住人了 就沒有東西了 OK 裡面的話 有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 新增監看似 馬上就可以怎麼樣 看到裡面的相關訊息 很清楚 嗎 好 好